兰花草又称为兰花或兰草 其英文名为Archid 最初产地很难确定 因为兰花草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包括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 兰花草被认为起源于热带亚洲 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地区 但已经通过培育和传播在全球范围内种植和观赏 让我们来谈谈最名贵的兰花草长什么样子 最名贵的兰花草之一是金线兰Golden Orchid 它的花朵呈金黄色 外形优雅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它被视为兰花草中的珍品 通常用于高级花卉展览和品种繁育 现在我想分享一个兰花草的历史故事 这是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在中国古代有一位名叫兰湘的女子 她因为爱上了一个无法与之结合的男子而终日忧愁 她的忠诚和坚贞引起了上天的注意 最终她化为了一株美丽的兰花 与心爱的男子在天空中相会 这个故事传送至今象征着纯洁和永恒的爱情 接下来让我们探讨一下兰花草的种植环境 兰花草喜欢温暖 潮湿和通风良好的环境 它们通常需要温度在15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 而且对光照要求较高 但需要避免直接暴露在强烈阳光下 兰花草对土壤有一定的偏好 喜欢松散 排水良好的介质 例如泥炭和松针混合土 浇水频率应根据环境和季节变化而定 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要过度浇水 在位置摆放方面 兰花草可放置于阳台 温室或室内明亮处 尽量避免寒冷和干燥的环境 最佳种植时期是春季或秋季 这样有利于兰花草的生长和开花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适合兰花草的肥料和施肥方法 兰花草需要均衡的养分供应 可以选择专门针对兰花草的肥料 在生长期和开花期可以使用含有适量氮 磷、甲以及微量元素的兰花专用肥料 施肥的频率可以根据肥料包装上的说明来进行 一般建议每隔两至四周进行一次施肥 在施肥时可以将肥料溶解在水中 适量浇在兰花草的根部周围 避免直接接触叶片 养殖兰花草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常见的病虫害问题 其中常见的病害包括探居病、双眉病和根腐病等 对于病害的防治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如保持良好的通风和适度的湿度 定期检查植株并及时清除受感染的部分 可以使用合适的杀菌剂进行喷洒 常见的虫害有牙虫、粉湿和红蜘蛛等 可以采用手动捕捉 喷洒杀虫剂或使用生物防治等方法进行防治 最后,养殖兰花草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首先,了解具体品种的生长习性和需求 因为不同品种有不同的要求 其次,保持适宜的生长环境 包括温度、湿度和光照等 定期检查植株的健康状况 并采取必要的护理措施 遵循正确的浇水和施肥方法 避免过度或不足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是兰花草的初学者 建议在养殖前咨询专家或寻求相关指导 以确保正确的栽培和护理方法 在这里提醒大家 在养殖兰花草之前 一定要咨询有关专家或寻求相关指导 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兰花草的特点和要求 提高养殖的成功率 最后,我诚恳地邀请大家关注 订阅、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人了解兰花草的美丽和养殖知识 谢谢大家的支持